对啦,你为了大家身体健康,你不能为了贪心来影响大家 这点我也站在那里 大批民众聚集,希望厂商能够将顶楼装设的基地台给予撤除 由于过去在地居民已多次表达立场 但都没有获得正面回复 议员廖志诚在接获民众成型后 对基地台这样的设置也表达不同意的立场 现在的通讯已经很复杂 我们随议员来到顶层10楼 确实发现厂商因避冷耳目 就将基地台设置在看板里面 这样的说法让民众更是感到恐慌 不要让我们大家躲在这里心真胆跳 大家要不吃不睡 而当议员了解基地台问题时 也发现在未经全责单位的核定下 这栋楼的内部厂商居然失智施工 而这也让在场民众大为不满 今天如果不是基地台 其实我也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工作 这个監督单位 我觉得应该要检查 到底问题是出在桌上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建一间房子 同样你的设计度 你一定要上升 过后你才可以建 全责单位在派人了解后 也依现行处罚条例进行开罚 若未改善 不排除要求强制停工 他整个变更用途是还没有来我们这边申请 他已经现行动工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以建筑法第86条的规定 处工程造价千万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就是热令停工 副委长叛逸权在了解状况后 也建议全职单位 一定要依民众安全前提为考量 对场上有不法的行为 一定要依法来执行 明星网环玉怀铺理采访报道